好 親愛的家長 在我的生命裡是充滿了挑戰 今天我當然有家長非常的熱 今天因為我們這邊的溫度沒有辦法到這麼多的人 但請你多包涵 謝謝 對不起 在我的生命裡面除了挑戰之外還有就是感恩 我今天非常感恩那個蘇瑞颱風沒有進來 因為張子林的爺爺告訴我 我園長那天不會下雨 我跟你說肯定不會下雨 結果第二天颱風就是走了 我真的很開心 再來呢也謝謝包小的大家長 就是我們的老闆 他今天沒有出席 他就是提供一個這麼好的場地 讓孩子們進來做學習跟發展 再接下來我也感恩的就是這一群優秀的團隊 團隊進來這邊得以發揮 最要謝謝就是您 謝謝你們 包小 把你親愛的孩子交到我的手上 然後讓孩子在這裡可以快樂的發展 那今天我們又送走了四十幾位畢業生 我覺得這些孩子已經開養好他們的勇氣 愛心感恩 然後去挑戰他未來的人生 我會在這裡非常的祝福 我們做了四十幾位的小朋友 謝謝 恭喜他們 今天還有一件事情要抱歉 是我們那個畢業紀念冊 中間的過程出了一點小trouble 所以要到禮拜二才會拿到畢業冊 真的很抱歉 幾年多包容 但是畢業冊一定會做得很好 再來呢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好消息就是我們下一個學年 全部都招生滿了 非常的謝謝 我們現在有五個名額沒有讓孩子註冊 因為我們一直想要等我們要的女生進來 因為今年全都是男生 我們想等到五個女孩子來到學校參觀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通知男生入學 怎麼會等到八月份 接下來呢我們這次在問卷裡面 有發了幾張問卷就是願意跟我們分享 分享就是家長致詞的部分 不過我在這邊還是要感謝一下那個 佩穎 佩穎的阿公跟阿嬤有沒有來 好佩穎 謝謝阿嬤 她一共有五個孫子分別各三年 一共十五年在我們學校進去 謝謝阿公阿嬤 一共十五年 今天是她最小的孫子 就是內孫跟外孫 就是王佩穎畢業 那以後呢阿公跟阿嬤只要經過這邊 都歡迎你進來喝茶 謝謝 好還有 在這裡我還要感恩 就是小孩的成長真的是不能等待 龔友安的奶奶 轉一點我的腦海裡還他在這邊陪孩子適應 友安天天地哭啊哭啊 我就跟奶奶說我看到孩子的眼淚 也看到他眼裡的不捨 我說奶奶你不能在這裡 你先回家 結果呢你回家 友安就不哭了 但是呢 奶奶走他就不哭了 可是一回頭奶奶就躲在那樹叢這樣 可見了愛孫子的心切啊真的是 好在這邊非常感恩每一位家長 那我們那個有登記的三位家長 我要來請他練習 來跟我們大家談談話 有一位是 啊 子林的爺爺 子林的爺爺 子林爺爺是我們的氣象爺爺 我們學校一直都有氣象的那個快報 就是子林爺爺不斷的在網站上給我們訊息 爺爺今年在那個氣象局好像高階主管退休 然後他就變成服務貓熊托兒所 我們要去拔蘿蔔 他也告訴我們鎖定那塊蘿蔔甜的上面的雲 哪一分鐘會到那邊 然後呢子林爺爺來歡迎 請您 子林爺爺爺也當了我們兩屆的聖誕老人 最開心的聖誕老人 謝謝子林爺爺來請您 謝謝 演長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大家長 大家好 前陣子的台風寄進的時候 演長是蠻擔憂的 包括好多家 但是我當時是給他打包票 台風也對無緣 但是今天早上 起床的時候 逼一大蠟 逼一大蠟 頭髮又掉了一百塊 所以我就趕快打電話 到氣象局給我那些 姐弟寫裡面 安娜 沒問題啦 所以我今天早上是沒有打到你了 喝你驚口 今天真好天 剛才大家 年輕了至少三四十歲 對我來講一定是年輕的六十歲 悄悄打打打打 我今天終於認識了益金老師 難怪我們的子林 碰到益金老師的音樂 會絕對 一定要來 還有英文課 我今天已經要到了 OK 好 看到我們的小朋友 大家都看到了 好 經過我們Motion 頭髮所的 延長老師的教導 所以大家都長得一個 低低流流 小身世 跟那個 端磚尤雅的小食物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在這個地方 我簡派很高 向我們演員長 所有的老師 至上最高的軍力 跟謝玉 今天是Motion 21屆的目標節目 即將就要慢月22 我算一算的話 真是不簡單 我們家陪著Motion 後是四分之一的時光 但是我剛才聽到演員長介紹 給阿公阿嬤說 給了十五年 所以我說這個 五年功不算什麼 還是讓給你們好了 很大 很大 好 所以今天 我們 端磚的爸爸媽媽也來了 從中立趕來的阿公阿嬤 還有外公外婆 甚至從上來趕回來的 舊主 還有端磚的哥哥 也是我們貓雄的畢業校園 也多了 千萬 難怪我們大家幾等忙 最好下次改造一下大的女阿嬤 記得五年前 我從北拓的時代搬到台北市的時候 子林的哥哥 竟然張子晨的話 他就一個 原來是一種的 故事的榮光幼稚眼的演展 就跟我的女兒去見一句 貓雄就夢中了 那當時的爸爸媽媽就上網查了一下 哇 爸爸媽媽 貓雄是前台北市最優秀的幼兒學校 那因為我跟我妹的要負責小朋友的接送的工作 我們就走了一趟貓雄 看看貓雄究竟是長得怎麼樣 當天演展王老師周老師就招待我們看看設備 看看教學的情況 看完了之後 我跟演展說讚就是讚 但是什麼東西呢 燕子太小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受 但是演展相當的有自信 告訴我爺爺奶奶 爺爺爺阿婆 我們貓雄擁有台北市 台灣甚至全世界最大的燕子 我說是哪 大安生民公園就是我們貓雄所擁有的最大的福利 你說對嗎 所以我說演展 高才是高 有自信 有魄力 有體驗 我可以看 好 我們在這個貓雄這裡面 我們大家考慮得到我們的小朋友 一般裡面都有三個老師 在教導教導教導小朋友 讓他們有學習中文經文 所有的客人在他們說 所以他們都是多元化 全方位的學習 尤其在最近相當看的一個 金星臨日 還有日環食 你們大人 爸爸媽媽有沒有學習到 有一天我穿著這一件 來接子林下班 放寫的時候 放寫的小朋友看到爺爺的這樣 爺爺你身上有金星臨日 日環食夜環食 哇 我說哇厲害 這就是貓雄的成就的地方 這個我們這段期間要感謝周老師 緊迫地五啦 但是氣象圓圓也不吝嗇了 就是無私的奉獻 把我們的老師教導得相當的厲害 所以讓我們的小朋友也學習的 什麼叫做金星臨日日環食 這是百年一見 你們看到了嗎 你們的小朋友看到了 這是不簡單 也就只有在貓雄才學習得到 在此 在此 我向 最後我向所有的家長 順重的推薦 把你的子弟交給貓雄 交給連圓圓仔 就絕對沒有錯 甚至你向你的親朋好友 慎重的推薦 最後 祝所有的貴賓 園長老師 幸福平安 健康快樂 謝謝 謝謝